各種款式的帽子 一落一落地疊著 這是許佩珍 還沒做慈祭前的收藏 手機裡更有許多昔日 愛好美食的回憶 天天一隻假魚 忏悔 什麼什麼吃斑魚 什麼補吃什麼 為了滿足自己的口譽 許佩珍無肉不歡 結果換來嚴重的心臟病 現在你的心臟 已經沒有可吃了 只能靠你自己 適當的運動 然後吃清淡的 最好是吃蔬菜類的 因為你的血比較粘稠 如果供不上來 就是一口氣沒了 以前變洋洋的樣子 整天就是反正 吃的藥好像比吃飯還多 最近好像各方面都還不錯 做節奏這個素食 搞這個群 哇 它也很興致 許佩珍先生口中的群組 就是疫情期間 她在社群媒體發起的推速群 希望透過線上教學 讓更多人跟她一樣加入如素一族 一開始我是誰 她說要講的就好了 後來我朋友說 你用講的不行 你要寫字 我寫字怎麼辦 那我就要寫字 那寫字寫完了又要求說 不行 寫字還是不清楚 你要有視頻 因應網友的要求 許佩珍請先生幫她把煮菜的過程拍下來上船 一個月下來得到不少好的回應 她很投入你啊 從買菜選購材料到備料到煮 包括煮完以後還要打掃乾淨 以前沒有啦 以前說我是煮的你就一碗嘛 你每個都是嘛 是不是啊 現在讓人家從頭到尾要全部都包容 跨出推速的第一步 許佩珍希望透過群組的影響力 把如素的好從廈門擴到更多地方 來新聞 真聖美之工 董嘉坤 張平 吳德華 福建報導 象價值搭配